欢迎回来我们来换个心情吧 这个假日的深夜你忙完了吗 松口气可能会想吃个甜点来犒赏一下自己 连锁蛋糕店还有超商都注意到了这个巨大商机 这种夜间疗愈点心必须从里到外 都能让人感到惊喜 甚至连提袋都要有精品的感觉 即便是凌晨三点也能吃到法国蓝带级的甜品 我们就一起来疗愈一下 下半后才发现今天是伴侣生日 或是情人节什么都没有准备 没关系在这里你深夜12点 都还可以买得到现做的手工蛋糕 让你面对一望的节日轻松滑垒不出局 弯腰低头眼球左右扫视着menu 直指点点生怕选不到最佳口味 对 这个是超容易的 地步橙色也刷上和外头天空一样 厚重的深蓝色 随着城市的霓虹灯一颗颗的熄灭 夜幕低垂流连到这儿的人更多了 但因为其实正常甜点也不会开到这么晚 相反这边是深夜这样子 因为对上班族来说 尤其对女性可能会很需要 甜点的安慰的时候 其实常常晚上会买不到 可能就只剩便利商店 工作一天累爆了 想来快甜腻腻滋养一下干枯的心灵 从事不教业的老板刘启任 原本因为交客只能在晚上出货甜点 却意外抓住了一群都市人的心态 不想太随便 太对不起自己 这一块甜点不是打牙剂用的 我会把整个完整的芒果 整块不切把它放进去 我希望不能吃到的是满满的 全部都是最大块 最顶级最好吃的芒果 不同一般水果成品切定切块 这款芒果塔澎湃有力 最底层的塔皮离开冰箱后 不到一天就变得软烂 但这儿就是胜利关键 我也不想开冰到隔夜 隔天 对 我就学到说那个moment就一定要出去 好像我自己每天下班三四点 对 然后早上八九九点就要开始忙 在深夜甜点这个位置上 目前没有竞争对手 没有人想做这一块 价格比一般市售高出四倍 主打生活调剂 顾客甘心掏钱 而恋人的感情也是一样 行政节党期望我很喜欢锁定在 大概约末23岁到28岁这个年龄层 因为这个年龄层是靠小确信过活的 因为它目前是玩瘦 可能要帮您询问一下 尤其让观察社会新鲜人这块年龄层 最需要的是买得起又不会浪费的昂贵精品 而这个精品还要能营造气氛 它很精致 已经像礼物一样 那送给女朋友她可以用猜礼物的心情享受这个蛋糕 超好吃的 把产品定位在约会必吃 截日前再密集地对男性来打广告 就很像猜礼物的感觉 下班后也可以来买 你要告诉男生说 你要当个贴心的男朋友 你应该拿着一个让他会尖叫的礼物 老板观察统计 买蛋糕的有七成不是自己吃 就把自家的蛋糕营造成有拎着精品袋的感觉 而另外一家连锁甜品店 则是让客人在餐厅打烊的夜晚 也能吃到法国蓝带甜品 那我们的甜点的师傅都是从法国蓝带 会来帮我们设计的甜点 完全没有其他的甜价物 所以他吃起来的就是生姜的辛辣感 小巧玲珑又兼具时尚感 为了和其他连锁咖啡店 素食店有所区隔 更打中现代人要吃得健康些 有加辣椒油 然后中间的橙酱里面也加了姜好 除了提升质感抓住客人的位之外 更锁定上班族汉商务人士 留下来继续完成还没做完的工作 好像草 环境很草 对 所以想说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的屋宿 从灯光设计到店内成设 都以商旅概念出发 累了 一旁吧台还能像是专门为了你 随时准备酒精特调 这两家夜猫子甜点店 一个要打造买礼物的消费感澎湃大气 以网路行销来开发客源 而另外一家则是打连锁品牌 提供一大群藏在城市各处需要准备报告 或是商务洽谈的隐性消费者一个空间 还能尝到法国蓝带的金球 先找到成交心理学 再提升养课经营学 不同的理念开创市场蓝海 让人惧怕发胖的甜点专卖店 趁着都市夜晚最闪亮的一道光 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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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完